我想針對民進黨對於罷免王浩宇案這個結果的回應 然後反映出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 那第二個就是對於這場選舉的狀況 其實是沒有掌握清楚的 先說雙重標準的部分 過去在罷免韓國瑜市長的這樣的運動之中 民進黨的中常會其實是有通過罷韓的聲明 鼓勵高雄市民去踴躍投票 那當初在中常會討論的時候 他們還說就是在裡面當然有討論 那還說如果說民進黨黨中央 對於這個公民運動沒有態度的話 是沒有辦法順應民意 還有可能被民意反噬的 有諸如此類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在罷免韓國瑜過關的時候 他們還可以歡天喜地的發布 說這是民主的里程碑 高雄市民應該享有這樣的榮耀這樣的說法 但今天這個罷免王浩宇 同樣是一場公民運動 而且也同樣的通過了這個很高的一個罷免門檻的時候 他卻說這是在野黨的這個過度動員跟操弄 這個很顯然跟他過去自己所奉行 也曾經講過的話 形成鮮明的對比 這就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 如果說當初韓國瑜市長的罷免 你都可以全黨介入 那現在國民黨的順應民意 難道就不是民意嗎 難道只有你介入高雄市罷免的民意 這個國民黨支持中立人公民團體發起的運動 順應民意來推波助瀾 難道就不是對於公民權的尊重嗎 那如果當初你認定這個扒免韓市長是高雄人的光榮跟驕傲 那難道今天難道不允許桃園的中立人享有同樣的驕傲嗎 所以我想這雙重標準是非常明顯的 作為一個民主政黨應該學習謙卑的接受民意的選擇 特別是在推行這麼多有爭議的政策的同時 這是一記民意的警鐘 希望民進黨中要好好思考 其實回應前半段就夠了 就是說我們謙卑的尊重民意 然後要檢討自己的腳步 其實這樣就很可以了 但是我不是很理解他為什麼要加後面那一段 然後說是社會對立非人民之福等等 只是顯得自己不夠大氣 而且並沒有從深刻的去檢討這一次罷免選舉的這個失敗的原因 那第二個部分是有關於我剛剛講的 對於這場選舉沒有充分的了解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罷免王浩宇這場運動的第一階段跟第二階段 也就是說最辛苦的兩個階段 其實都是由唐平庸執行長所率領的罷痕總部 而一步一腳印的去完成的 在當時國民黨其實並沒有太多介入的空間 因為罷王總部希望跟各股勢力保持等待 拒了一個關係 也很擔心當初王浩宇議員使用這個 韓粉復仇劑這樣的標籤來抹煞整個運動的本質 所以國民黨的介入其實是在整場罷免運動 已經走進後段的時候 那與其講這個從頭到尾就是什麼動員 不如講說他是順應民意嘛 因為當初一開始最艱難的 真正如果是國民黨動員的話 最艱難他應該從一開始就介入嘛 但這件事情是前面其實是公民團體 跟許多中心選民累積出來的結果 國民黨他最後只是做一個推波助來的角色而已 所以把這整場罷免的選舉 認定是國民黨的動員造成社會對立這樣的說法 顯然對於這整場罷免運動的來龍去脈 並沒有深刻的了解 那這再次證明 這個民進黨政府並沒有好好的反省 因為這一次罷免的投票的結果 而冷靜下來好好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 反而還是用政治化的方式 就是很刻板的去回應這樣的事情 這樣對於他未來的施政 跟未來是否能夠重新取得人民的信任 我個人是打非常大的一個問號 即使很大的意見 變成栽政